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们讲到的是Basic Variance 这些基础的差异性分析 最后的这一块了 Causes,产生差异的原因 还有分析的一些方面 那么在我们整个章节的结构当中呢 就是我们说到第三条主线 这个Basic Variance当中的 最后这一块Causes Causes of Variance 那么这一块的内容呢 以分析和常识为主 我们也会说的比较快 来吧,首先我们说到Fore Causes 总体上来看呢 产生最终的这个差异的原因啊 可以分成四类 这里面包括预算做的不好 衡量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误差 随机事件带来的和Operational Factor 经营层面的问题 那你说我们关注哪个 我们就是关注它 对吧,经营层面的问题 好的,后边呢 我们对这四个成因啊 进行了简单的解释 大家要看一下这里 有可能你在 其实要涉及到Part D的那个大题目了 你在做绩效考评的题目的时候 你可能会提到这些东西 这属于很常识的 那么第一个Bad Budgeting 就说明我们的预算做的并不准确 预算不准确 这里面既有可能出现Budget Bias 就是我们一再说的 你的预算做的过低了 预算做的过低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出现一个Foreal 对吧 差异结果过好的这种情况 那么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外部环境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在前期预算当中把它反映出来的 就是外部环境已经变了 原材料的价格已经上升了 但是你年初编制的这个预算并没有把它反映出来 这种情况是可以解决的 通过什么 通过我们后面要讲的那个高级的差异性分析 其中我们有计划差的部分 叫Planning Variance 计划差的部分 就是看你这个预算 你这个计划当中产生的偏差 完全可以解决它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方面呢 Random Factor 一些随机事件 偶发的事件 所以看到这呢 就说到我们在做差异性分析的时候 其实你不能只看某一年的数据 对吧 你还应该有一个 Historical Analysis 纵观的 纵深的 趋势性的观察 分析 也就看一看 我们这个差异 是不是在今年偶发的 还是说在过去几年 都会发生类似的结果 如果是一种偶发事件的话 一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们也不对它 花费太多的精力啊 就是不管它 我们接受它 好 然后接着第三个呢 Bad Management 说的是我们在计量 衡量的时候 出现的一些误差 偏差 那么也有可能是我们在会计上做的各种各样的调整 所带来的 好 那么最关键的一个呢 就是Operational 操作层面的 也就是人为的因素 可控的因素 带来的 直接看一下关键的这一句 那Due to the operations of a business Not being performed as planned OK 这里面说的就是 你的操作过程 执行过程 经营过程 和我们之前的计划 发生偏差 不一致了 It will be in this area that the greatest degree of management control may be exercised 所以我们管理层的这个经历 我们对于最后差异性的这个结果 我们对它进行考核的时候 以及采取什么样的action 去改善它 提升它的时候 我们最终关注的都是这一部分的起因 那我们再往后 下面第二个标题 所分析出来的这些起因 也就都是Operational 操作层面的 好的 后面标题二呢 就是我们见到各个差异模块 它可能产生它的这些背景原因 全部都是常识 而且你要知道 有一些科目之间的差异 是相互影响的 就像我们上节课见到的例子 如果你成本低 价格低 买到了原材料的次品 那么你不仅影响原材料自身的价差量差 它也会对人工的效率有影响 对吧 好 那么2.1第一个 我们先来说销售 销售的差异 价差和量差 销售的价差 正好复习一下什么来着 是在我们实际的销量的情况下 实际的售价和标准的售价的差异 价格的差异 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可能是由于你给折扣造成的 也可能是由竞争对手竞争对手出现造成的哈 然后这里面的这一条就比较有意思了 他说的是proportion of higher price 的product sold 这说明你是product mix 是产品组合销售 有多种产品 有一些贵 有一些便宜 那可能是你比较贵的这一部分产品销售的占比更高 或者是更低 导致你整体的这个销售的价格 或平均的销售的价格会受影响 OK 好 下边 Volume Sales volume 销售的量差是什么呀 预算的销量和实际的销量的差异 用标准的margin去衡量它 这个销量受什么影响 比如说大环境的因素 economic recession economic recession不能算operational 对吧 外部的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 这不是我们可控的 这不能算operational 还有吗 Change in customer buying habit 我们的这个顾客购买习惯的变化 品位的变化 这也不是你可控的啊 第三个 Marketing 对我们的营销方案 对这是咱们可控的因素 Higher demand as a result of price cut 那么由于售价的变化 所带来的销量的影响 也可以 OK就这样了 好 然后下面2.2 我们说原材料的价差和量差 原材料的价差是什么来着 在实际耗用量的情况下 我们去对比标准采购单价 和实际采购单价的那个差异 采购单价的差异 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不同的质量 那呀买的是高质量的还是磁品 Careful Careless Purchasing 我采购的时候管理不利 就像我说的 你要下加级订单 那就是Careless Purchasing 采购采购的不好 再有 Bulk Discount 批量采购折扣 Quality 一样是这个量 Change of supplier 你是不是换了供应商 或者是由一些外部不可控的因素 造成的通胀了 等等的 好 然后这个Usage 耗用量呢 这个耗用量首先就取决于你的质量 你买便宜的次品 肯定这个损耗就会比较多 然后它也受人工的影响 对吧 如果我降工资 我雇到的都是Unskill的Labor 这些生手在干活的时候 原材料的损耗也会比较多 都是相互影响的 好 然后啊 偷盗啦 更好的指控啦 等等等等 那么Labor Labor的价差和量产 你自己都能分析啦 这个价差就是单位工资的变化 对吧 单位工资的变化 有可能你是雇佣的不同 Grade 不同层级的员工 也可能是我们最低工资 最低保障工资水平提升了 也有可能是 Overtime 员工在加班加点 等等等等的 那么Efficiency 这个效率 效率受什么影响 受原材料质量的影响 还受什么员工等级的影响 等等 OK Overhead 间接费用呢 可变的间接费用呢 一般是跟着人工去走的 那如果 它的这个费用上出了问题 它的价差出了问题 这衡量的是什么来着 是我实际 人工工时的情况下 每个小时 应该分配的 应该发生的 应该分配的可变间接费用 和实际发生的可变间接费用的 那个差 也是单价 单价上的差 好解释它 Unexpected price change for overhead items 相关的一些科目的费用 发生变化了 Incorrect split between fixed and variable OK 这里是固定的部分和可变的部分 你去拆分它的时候 不准确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等等 再有 Overhead consists of a number of items such as indirect 就是间接的原材料 间接的原材料是什么 特别典型的就是包装费 大的那个集装箱 包装箱啊 包装费 间接的人工 比如说supervisor maintainance power 等等等等 所以怎么样 consequently any meaning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penditure variance must focus on individual cost item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这个间接费用 如果你不把它详细拆分的话 不看它具体是哪些科目造成的话 没有办法特别详细的去解释 就够了 说到这就行了 那么efficiency 如果它的量差出问题的话 那就是跟着labor去走 跟labor是一致的 ok ok 好 那么接下来2.5 固定的间接费用 固定的间接费用 刚才咱们怎么拆的 首先拆成的价差 价差是总额比总额 记得吗 实际的总额跟预算的总额去比 那就是总额发生变化了 比如说租金 建长 对吧 比如说你的heat light 电费 然后这个总的heat什么 取暖费啊 sorry 取暖费 总的电费增加了 那这个volume量差 量差是 这个量 这个volume我们叫产量差 ok 产量差是 由什么 由什么组成的 由capacity capacity是我们整个产能的变化 以及efficiency 我们效率的变化 想不起来的话 参考我们上节课最后的那道例题 对吧 这两个的变化都会带来我们的volume的差异 那么给到的解释呢 就包括change in production volume 我们的那个产量发生变化了 像刚才那道题当中 预算生产1000个 实际生产了1400 再有呢 change in productivity of labor or machinery 那这个就是效率的部分 我们人工也好 机器也好 我们的efficiency efficiency 效率发生了变化 production lost through strike strike什么 罢工 不干了 罢工了 那我只能 idle idle或者是 就是机器设备 就break down 停产 也是影响到我们的效率 其实就两块 一块是你总的产能提高了多少 你的产量增加了多少 然后你的这个效率的问题 行了吧 就这样了啊 这块我们说的比较快 有可能在我们做完高级差异性分析之后 他后面可能会问到你的原因 这个时候你就结合阿力当中的信息 再结合这些常识 自己去写一写 肯定可以拿分的啊 好 后面是我们补充的内容了 也是了解就行了 那么第三个呢 objective objective 就是说我们在做 差异性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目标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差异性分析 对吧 本着哪两点出发呀 一个是responsibility 责任划分 一个是什么 controllability 是否可控 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的 看出来这是谁的责任 我要去问责的 要起到performance evaluation 嘛 绩效考评 绩效考核的作用 这是一个目的 再有呢 要能够对员工起到好的激励作用 对吧 所以也把这个controlability 是不是他的 是不是他可控的因素 能不能问责他 全部都大包 放到一块来说啊 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第一点说的 然后第二点呢 还提到了就是 action嘛 你后面你要采取措施了 你见到这个差异 如果是adverse 如果是 unacceptable 你不能接受的 你怎么样去改善它 怎么样去降低成本 会对你有一个好的激励作用 激励你去 incentive incentive 去刺激你 去激励你 让你有动力去降低成本 行了 了解够了 啊 然后下面第四个也是补充的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差异进行深入的分析 什么时候 有下面的几个条件 那么第一个呢 reliability of budget 就是说你的预算本身是准确的 是可靠的 你在编制预算之后 外部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对吧 如果有变化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好几次的 要通过更高级的方法来分析 看计划差和执行差啊 再说 好 第二个 reliability of measurement 你的衡量也应该是标准的 否则的话 最后的那个结果没有意义啊 好 第三个 past patterns of of variance 这个说的是什么呀 就说明那个 random random factor 如果今年当期有随机事件带来了比较大的差异 一般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 没办法的 不管的 所以这里面的前三条 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头的时候 我们提到的那四点大的起因 要都把这个不相关的全部都排除 预算不准确 计量不准确和随机实践 对吧 好的 接下来 favorable or adverse 我们要看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如果那实际的结果要更好一些的话 可能我们的关注点还可以比较放松 但是如果最后是adverse的差异 差异的金额呢又比较巨大 size size 差异的金额又比较巨大的话 那我肯定要关注它 肯定要看原因 肯定要改善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成本收益分析 就说最后的差异 如果金额比较小 对你的影响不是很大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默默的接受了它 对吧 我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去分析它去提升改善它 也是会产生成本的 好了 就这些吧 就这些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PPT的内容 常识为主 就到这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下面我们就会正式的进入到高级的差异性分析的内容了 全部都是咱们的考点 都非常重要 大家要准备好 感谢观看